Hi my name is Kyle Ewan 今天要來跟他分享一下攝影日常 那我們今天要來跟他分享的就是這個 Red Bull照片 那我們要進電腦調色跟修圖 那我們就直接開始吧 來到電腦之後我們就快速開啟我們的Luminar調色軟體 那我們就右下角快速把我們的資料夾匯入 那像是第一張這個就是我單純打上面瓶蓋這個部分 所以這裡的材質都已經被呈現出來 那下面這邊是還沒處理過 還有一些不正常的反光 還有一些環境的反光都還沒處理 下面這個就是我用柔光布 然後把正面也打亮了 那像是這裡有一個高光 我們要盡量把它避免掉 然後我們旁邊還有一些不正常的一些陰影啊 就是有反射到環境裡面的陰影 這些都要把它處理掉 後來我又在柔光幕前面再過了一個框 所以它的高光就變得再稍微不明顯一點 那旁邊也有一些特殊的線條 就是因為有過了框的柔光幕 跟沒有過框的柔光幕 所以造成這樣子一條一條很特別的效果 像左邊這邊原本有泵桿 就是有穿幫的問題 那我就用白色的紙把它包起來 看起來也有一點不一樣的效果 線條 就是我覺得這樣還蠻特別 而且有勾勒線條的感覺 再接下來我就再噴一些水在上面 然後還拿出我的南光燈棒出來 打這一條酷炫的光線 最後成果應該會差不多長得像這樣子 然後我還要再挑選一下 就是我們的水珠更多 看起來好像更冰涼 因為水珠更多 然後右下角 這邊我拿了一個Atom Q RX-7口袋攝影燈 直接來這裡補一個 有點像氛圍的光線 然後就是藍藍的 飽和度還蠻低的 藍藍光線 那右邊的南光燈棒 我會把它調成藍藍 然後也飽和度比較低 來勾勒這個旁邊的線條 那我們就先來趕快調色一下 然後就進Photoshop OK 那我們的調色差不多就長這樣子 剛剛我沒有色卡 把色彩矯正之後 那我們顏色差不多就長這樣子 我再稍微把那個白點 再稍微往藍一點點 就讓它看起來更冷 更涼爽的感覺 那我們就拉一拉 曝光對比高光暗部 顏色飽和度的部分 我就讓這個紅色 黃色跟藍色 這三個顏色特別凸顯出來 那其他顏色就是降低飽和這樣子 那在Luminar 這一個Detail Enhancer 我覺得超級好用 就是它有Small、Medium跟Large的Detail 真的是Small 就是這種小小顆粒 那Medium呢 就是可能像是這個大字的邊緣 那Large呢 就是整體的 可能是整個瓶罐的瓶頭這樣子 就你可以單獨去做調整 而不是全部都增加銳利度 那剛剛還用了一下這個Advanced Contrast 進階的對比 那你看Before跟After 這是Before 那這是After 就是差距就是一點點 但是感覺就是整個又更凸顯出來 因為我們就是對比又增強一些些 在中間調跟暗部的地方 那我們就先把這109張我挑選完最好的照片 先把它輸出 因為其實如果要放大檢視的話 Luminar這個不是它的強項 就會變得超級無敵慢 那我喜歡輸出 然後丟到Lightroom試用版 試用版你是可以預覽照片的 但是你不能編輯照片 那我們就直接先輸出一下 那我們輸出完我們的Tiff檔之後 我們就直接快速把它匯入到 我們Lightroom裡面挑選照片 那像是Lightroom它放大 然後切換照片速度非常非常的快 那像是Luminar它就會慢了一些些 好 那我們就趕快來挑選一下 有一些動態模糊的 我們就把它刪掉 那我們從幾千張照片 挑出了100多張照片 現在再刪減到只剩19張照片 那這19張照片 就是每一張都是銳利的 清晰無比 那我們最後只需要挑選我們光條的樣式 因為我都是手持的 左邊一根光棒 右邊一個口袋燈 那這兩條光線永遠都在移動 所以我們就要挑選一個 我們覺得 最適合 最剛剛好 最完美的一個狀態 來到我們最後兩張照片 那這兩張照片 最左邊這一條光線 我覺得切的都非常非常的棒 剛好是在 冷藏使用的最左邊 Red的最左邊 Sugar的最左邊 你可以的活化身心的最左邊 都完全沒有切到任何文字 所以我覺得 左邊這一條光棒 都呈現的非常 超讚的 完美的狀態 那兩張照片都有勾勒到 我們上面的圓弧狀 跟下面的圓弧狀 就我們的瓶罐的瓶身形狀有出來 我覺得超級棒 兩張照片的水珠風格就有一點不一樣 一張是比較整齊的 好像比較精緻的感覺 那另外一張照片 比較豪邁的感覺 好像噴的到處都是 然後比較有大顆粒小顆粒的感覺 不一樣的感覺 這兩張下面這一盞口袋燈的位置 就有一點不一樣 照出來的感覺也不一樣 第一張是有一點曲線形狀 然後剛好照到這個body 那我覺得好像還不錯 然後也沒有太延伸到上面這邊 來影響到上面的文字的顏色 那下一張我覺得這個感覺也非常好 就是有點點綴的感覺 而沒有太浮誇 延伸到太上面 但是它下面這裡的材質 我覺得好像沒有表現得很好 就比起第一張 第一張這裡有一點勾勒到我們材質的邊緣 來看到這個曲線 平身曲線的部分 那第二張可能就看不太出來 這邊就是有一點黑黑 陰陰一坨色塊的感覺 兩張照片的景深也有一點點不一樣 但是我們的光圈全部都是縮在F5 光圈 所以我們後面這邊 上蓋這邊後面的水珠有點模糊 在第一張的時候 這是平身跟鏡頭比較近的階段 那我們後面可能有稍微動到我們的平身 所以我們要重新對焦 然後距離稍微遠一點 那後面這邊的水珠又更清楚 那我們整體的平身也稍微有一點旋轉 這一個是比較正面一點 那這個是有一點在往逆時針轉一點點 因為這個膠帶 我用大力膠黏得不太緊 所以它就會一直掉一直掉 我們就要去重新去把它貼好 那我們最後挑選到這一張 景深稍微比較深 然後水珠比較豪邁的這一張 那我們待會進Foto下 我們就要處理一些東西 像是這個旁邊的線條 這邊的光線曲線 邊緣有一些不正常的反光 也要把它處理掉 那我們還有上面的這些膠帶 也都把它處理掉 然後就是簡單一個去背 然後貼到一個純白 可能有一點紋理的背景上面 好 那我們就直接丟到Photoshop吧 那我們就快速把我們照片丟到我們的Photoshop來 來快速複製一個圖層 那我們就先直接用我們的鋼筆工具來去背一下 那我們用鋼筆工具好好的選取 我們整個平身之後 我們就直接到路徑 然後把它變成選取區域 那我們反轉 然後Delete 我們就可以有一個完美的去背 那我們接下來就要來細微調整一些小小的瑕疵 像是我們這裡有一點膠帶的反光 我們就把它先處理掉 那我們加上了一些些的水珠 但是我覺得看起來好像沒有到很自然 好像是刻意點上去的感覺 那我們就用剛剛多加來一個新的圖層 直接不透明度把它調低 讓它在有紋理跟沒有紋理中間 好像有若隱若現的感覺 那我們把一些比較小細節的部分 像是有一點小瑕疵啊 有一點髒髒的東西 跟水滴的位置 可能好像這裡有點空空 那這裡有點空空 我們就可以讓它補上一些 然後我們就把我們的水珠補齊 然後把一些缺點把它修掉 接下來我們就要用我們的遮瑟片 把我們要的地方保留下來 不要的地方就不要保留下來 那我們就差不多完成啦 那我們就可以直接把這個東西 貼到一個我們喜歡的背景上面 OK 這就是我們今天的攝影日常分享影片 那當然喜歡這影片按個讚 訂閱我們頻道可以看更多的相關影片 那這裡有一個全部都是日常影片Playlist Make sure you check it out My name is Kai Wan and I will see you guys next time Bye bye Bye